互联的广纳朋友们一下,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继续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 在咱这一节课开课前呢 小甲鱼给大家打一针强心针 因为呢,我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这门课程自成立以来就注定它是无聊的 是理论的,是纯粹的,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呢,我们没有动人的例子 尽管小甲鱼会给大家带来动人的美图 美图诱惑 但是呢,这本课程,这系列的课程 注定还是比较无聊和枯燥的 所以呢,在此呢,应该给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和小经验 以便大家能够耐得住心来学习 好吧 在小甲鱼的印象中呢 有一个故事对小甲鱼的触动蛮大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食恶不赦的人 也就是奸淫掳掠样样都精通的人 他有一天突然受到一件事的触发 什么事小姐给忘了 然后呢,他想回头 苦海乌鸦回头试案 然后呢,他就去找到一个大师 一个活佛级的人物 然后说,大师我这样罪孽深重 我非常怕我将来会死后会入地狱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我解救吗 OK,有觉悟,那就是有救的 我们是这么觉得的,对吧 大师说 这个容易,那你以后就来跟着我吧 做我的小徒弟,天天跟我吃斋打放吧 但是呢,毕竟做惯了坏人嘛 坏人呢,都是怎么样 都是喜欢投机取巧的 他耐不下心啊 他一想到,又要剃光头 又不能看美眉 然后呢,又要吃灾 没有吃,没肉可以吃 不能大酒大肉了 他想到就想了想说 这样不好吧 那我还是,还是让我这么自刚堕落下去吧 大师有没有什么洁净可走呢 大师就说洁净啊 哎,是有的,有的 那个坏人就听了之后呢 有点惊讶啊 然后做好人也有洁净 大师就说了一句话 你就是佛,你就是佛 看着这个十二不赦的家伙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在那里迷茫啊 大师说 你想想看 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是佛的话 那么你看到美眉你会动心吗 那么你看到别人有钱 你会动心吗 你会去抢吗 你会去偷吗 啊,不会 对吧 所以呢,在我们学编程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相信 你就是你将要成为的那一个人 那么就可以了 OK 好的啊 这社会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诱惑和无奈 大家呢 要把握好尺度啊 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 OK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 我们这一节课真正的来说一下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啊 我们说好的算法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呢 因为我们上节课做的是铺垫啊 上节课 把大家给吸引来了 一听到啊 没讲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内容 大家都来问小甲鱼跑哪去的啊 历来大学老师都是直接讲这两个概念 对吧 都是直接登堂注释 但是呢 就小甲鱼所知 一般的话 这两个概念大家都觉得不好接受啊 因为他们比较抽象 导致呢 八成学生对概念理解不深刻 或者说是 都是死 死魔一被硬背起来的啊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我们有了上一节课的准备黄节 有了这个黄节你会发觉这一节课的概念啊 都是非常容易得来理解了 这讲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介绍计算复杂度的攻略啊 注意是攻略 就跟你打游戏一样有攻略的啊 掌握好攻略之后呢 就是走捷径 然后呢 通过一系列例子和大家一起分析总结这些攻略的规律 OK 那么首先我们来一个理论性的啊 别怕理论性的 算法时间复杂度的定义 在计算算法分析时 语句总的执行次数T 括号N 是关于问题规模N的函数 啊 这个是伟人的定义 小小也不敢忽略 还是得读出来 进而分析TN随N的变化情况 而确定TN的数量级 这句话这么长 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个输入规模N 然后呢 你会有一个循环啊 一个一系列的语句会随着这个输入规模的N的变大 而使得这个计算量变大 那么这个这个语句啊 这个算法就是TN执行次数 好吧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也就是算法时间的良度 记住TN等于大欧括号FN 这只是表示方式 大家不用怕啊 因为呢 我们平时考试不用写这种的 它表示随问题规模N的增大 算法执行时间的增长率和FN的增长率相同 称为 称作算法的渐进时间复杂度 简称为时间复杂度 其中FN是问题规模N的某个函数 哪个函数呢 很简单 就是N能够改变到它的那个函数 还有一点要注意 这里讲的是增长率 就是说我们看这玩意儿的潜力 而不看它当前在哪个数据值 明白吧 你就算你现在在这个数据值是一望 但是你每一次只是增加一的话 然后有一个数据值在一千 它每一次是增加一百的话 那谁的增长率高啊 肯定是一千的那一个 对不对 它一下子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下子就会超过它了 好 好长好长啊 没想到定义这个概念的老家伙 比小家伙还啰嗦啊 小家伙都已经是典型的啰嗦了 关键呢 是需要知道执行次数 就是等于时间 OK 我们把CPU每执行一个指令的单位 一个的次数称为单位时间 这样用大写欧啊 大欧 这个是欧 大欧括号来体现算法时间复杂度的技法 我们称之为大欧技法 你也可以把它简称为欧技 啊 这飞虎队啊 香港啊那些港匪片不是经常有欧技吗 对吧 一般情况下随着输入规模N的增大 TN增长最棒的算法是最优的算法 因为你的输入规模变得好大好大好大的时候 这个丝毫不受影响啊 就像搞死先生的那个算法 我们不由得要惊叹他的神奇 对吧 我们计算从1加到1000万 你如果用普通的算法就有1000万次循环 但是呢 用搞死先生只需要怎么样 只需要用1加上N再除以2 对不对 显然啊 由此 算法时间复杂度的定义可知 我们的三个求和公式啊 分别是O1 ONON的平方以后平方用这个表示 注意啊 平方 三个求和算法有哪三个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搞死先生那几三个啊 我们看一下张图 就是这三个 看到没有 他们分别对应的时间复杂度是O1 ON和ON的平方 N的平方 它就这么涨的 涨势非常好啊 这要是一只股票 是一只优质股呢 非常好 OK 那这个呢 是直线 这个呢 是永保青春 这就是高斯算法 对吧 永远都只是1 只需要执行一条指令 搞定一切 那么如何分析一个算法的复杂度呢 即如何推导出大欧间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整理出以下攻略啊 攻略1 用常数1取代时间中所有的加法常数 就是说你这个程序啊 整理出来之后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一些一样啊 哪些可以忽略啊 例如说我有三条指令啊 加上八条printf 八条答应指令 再加上十一条输出指令啊 然后把它加起来 事实上呢 我们就用1来表示就可以了 不用说把它们加起来 就等下 O多少啊 没有这网要的 一般就是O1 ON ON的平方 N的三次方之类等等 好吧我们就把它抽象起来了 常数都用1来代替 在修改后的运行次数中 只保留最高项啊 你有最高项的话保留最高项 最高项就是N的平方 N的三次方啊 这个越多次方就越高项 如果最高项存在且不是1 则去除于这个项相成的常数 就是说 三N的平方 我们就只认O 括号N的平方就可以了 三可以去掉 得到的最后结果就是大欧阶 也就是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世界上东西就这么简单 老头儿们把它讲复杂了 那么他就复杂了 举几个例子 我感觉啊 那南方人好像这个儿话音 很难说啊 尽管小甲鱼以前读的是中文 但这个老头儿 老头儿还是挺难讲的啊 好 OK 常数接像这样子 深刻的表示出对于西工作室的爱 这样子是值得鼓励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段代码的大欧是多少 OK 我们来分析一下欧八 因为有八条语句嘛 八条语句我们就认为CPU是执行八次啊 事实上他从汇编的代码来说 那执行的次数可就多了 当时我们现在是高级语言来分析 如果你要完全从真正的指令来分析 那真的分析不了的啊 除非用机器来分析它 欧巴 那初学者常常放的错误啊 经常会这么写欧巴 但是事实上永远是没有欧巴的 你如果这里面是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必将是一啊 总认为有多少条语句就有多少 分析下按照我们的概念 TN是关于问题规模N的函数来说 这个概念来说 概念有这么一句嘛 这里大家要表示对于C的爱故郎 是要好的啊 要支持的 要鼓励的 要大力表彰的 废话 但是呢 跟问题规模有关系吗 没有 对吧 我们 输出多少个 ilovefish.com 不会因为N的改变而改变吧 不会 对吧 这些都是常数的 没用啊 只有这个 只有一条指令是关N有关系的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就记作欧1就可以了 记作欧1就可以 另外 如果参照攻略来说 那更简单了 攻略的第一条就说了嘛 所有的加法常数 就是1加1加1加起来到8嘛 1加1加1 只要给他一个欧1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欧里边没有其他的 只有一个1 不要写一个二三四了啊 线性阶 什么是线性阶呢 就像我们刚才的 这个啊 刚才的图片啊 这个 这个是线性 对吧 好 线性阶啊 一般涉及到嵌套的 非嵌套 非嵌套巡环的 就当个巡环 它就是呈线性阶的 因为呢 它的N 随着它的这个 循环 递增 呈直线增长 例如说这样子 上面这段代码 把它的循环时间复杂度为N 对不对 它有N次的话 那么呢 它就执行N次循环 这个N100的话 它执行100次循环 1000的话 CPU就要走1000次 如果很遗憾是1000万的话 CPU就在这里边走边尼马坑爹啊 啊 因为呢 那循环体重的代码需要执行N次 多类的CPU啊 接着是平方接 啊 平方接 那么刚才是当个循环 那么这是嵌套呢 就像这样子 嵌套啊 嵌套的话就是说 外层循环这里要加1 内层要执行完 全部 对不对 这里如果是N的话 N等于100的话 那怎么样 N等于100也就说 外层循环执行一次 内层就执行了100次 那么总共外层要执行100次 那么总共所有执行的次数就是100 乘于100 也就是N的平方 那我们记作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为 ON的平方 那如果有三个这样的嵌套循环呢 啊 当然那就是N的三次方了 对不对 就三个嵌在一块啊 所以我们很容易总结出 循环时间复杂度等于循环体的复杂度 乘以该循环的运行次数啊 当然我们 嗯 刚刚的每个循环次数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问题就变得比较棘手了 对不对 大家仔细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啊 这个是 初始条件是J是等于I 而这个I呢会变化的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分析啊 看一下分析 当I等于0的时候 内层循环执行了N次 当I等于1的时候 内层循环执行了N减1次 对不对 I等于0的话 这里J等于0 J然后走N次嘛 那如果I等于1的话 I等于1的话 那就少走一次 对不对 J就等于1开始 那就走N减1次 那么依此类推 那就是N加N减1加N减2加 加加加加加加加到1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搞死先生的那个算法 对吧 从1加到N的算法嘛 对吧 那那我们也可以总结为搞死先生的那个算法 N括号N加1除以2 大家还记得这个公式啊 对吧 那咱以后可以继续啊 继续理解 那这个呢分解出来就是N的平方除以2加上N 2分之N 对不对 那按照我们的大欧攻略 第一条可以忽略 因为这里没有涉及到常数的加法 啊 第二条只保留最高项 那这个2分之N就去掉了 剩下2分之N的平方 那与最高项第三条 与最高项相乘的常数给去掉 对吧 那就变成了N的平方 所以 他的 大欧接也是N的平方 OK 小姐似乎看到有人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了啊 我们接着是对数接 对数啊 这属于高中高等数学的内容了 对于有些语言呢 可能对这网友不大理解 因为呢 有些语言是主要是学编程的啊 对数学不大不大有爱 但是呢 也不会说太阻碍到我们学习这个数据结构和算法 当然算法的话跟数学是比较搭边的 但是 你也可以 怎么说呢 小甲鱼的数学也不是特别牛逼啊 但是呢 小甲鱼总有自己的方法可以把它给记住 当然这种方法也会跟你说的 因为呢 有些东西 咱确实 不用管它啊 我们就大概记住个 它是什么样的规律 那就可以了 不要管它的 有些东西叫做 不求圣洁啊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话 那么十万个为什么 是肯定不够记载的 我们只关注重点 好 咱们程序分析的是程序为主 而不是数学为主 对不对 不怕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 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程序的大欧阶应该是等于多少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条件啊 它怎么样才退出呢 由于每次是i乘以2之后 对吧 每次i乘以2之后 i再跟n来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每一次 循环 i都会增加原来的 两倍啊 都会乘以2 都会乘以2 不会增加两倍啊 都会乘以2 那么假设有 x各2相乘之后 等于n 那么循环 就大一或等于n循环 就达到了退出的条件 那程序就可以结束了 那由于2的x次方等于n 那么你就得到x x就是我们的次数嘛 循环的次数对不对 对于log2n log2n 我们这种写法呢 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计算机 不支持这种写法啊 写法是log2为dn ok 就这么这样写啊 打括号的 就是2 好 所以呢 这个循环的时间 复杂度为logn ok 其实理解大欧推导 并不算难 难的是对像什么 像搞死先生的 发明的那些数列啊 一些相关的运算 这更多的是考察你的数学知识 和能力 所以呢 这里小脚要分为两类 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对于想考研的朋友 呃 天朝 嗯 在这方面是下足了功夫 下足了猛料啊 因为呢 在这方面特别好考你 特别好折腾 特别能分出一个高中低的水平 所以呢 这你就需要强化一下数学 理科嘛 理科数学很重要 尤其是数列方面的知识 对于想增长自己编程能力的朋友 大概是知道规律即可啊 不要在高等数学的概念上死磕 因为呢 当年我们明智的选择了 适当的把一些东西给忘掉 我们现在就不必再纠结 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再紧回来啊 不用的 OK 那么今天咱的视频教程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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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